歡迎大家加入我們今天的寵物俱樂部 我是節目主持人楊萍 要讓您的羊寵物零失誤 算算時間看看日子 真的沒想到我們寵物俱樂部 已經坐滿100集囉 來看看我們今天用一個 好興奮的心情來迎接這樣的日子 而且我們準備了一個蛋糕 而且今天我們很開心的是 我們有很好的寵物要來節目當中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樣子的一個喜悅 當然我剛才說很好的寵物 事實上平常他們是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來露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同樣在工作的同仁們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常常都是看著別人帶寵物來 那麼自家的寵物 也就是我們自己交通台的這些同仁們 自己養的寵物 幾乎是沒有辦法來到我們的節目 甚至我們的辦公室的 我們家寵物在哪裡 我們家寵物在這裡 妹妹 她現在已經熟悉這個環境了 所以她開始趴下了 很安分了 對 不過今天這個妹妹待會有機會 我們要讓她走台步 好 好 沒問題 好 為什麼咧 待會再把這個 驚喜跟大家分享 好 好 這是妹妹 然後接下來另外這一位呢 是我們的這個七邊同仁 那其實呢 平常她說她很安靜 她說她今天來上節目好緊張喔 我們來歡迎小翠 大家好 好 交通台常進人 好 今天是這個有點打鴨子上架對不對 好 趕鴨子上架 就是說一定要來就對了 好 而且其實她為什麼特別緊張 因為 她帶了兩隻貓 這兩隻貓 我們本來希望說可以同時露臉喔 可是呢 只要抱了一隻 另外一隻就跑了 所以很麻煩 所以有一隻現在先要關緊閉喔 我手上的這隻叫做薯條 對 嘿 介紹一下它好不好 它是我在流浪動物協會認養的 好有愛心喔 這個真的用認養的 其實我們知道說妹妹也是認養的 瑋瑜 妹妹的媽媽是認養的 妹妹的媽媽是認養的 對 但是沒想到認養的時候 另外老天爺送給我們 肚子裡面另外四隻的這個禮物 好 待會兒講講妹妹的這個 來到你們家的一個經過 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這個薯條 它有一隻焦糖 現在在關緊閉對不對 對 我們要讓它露個臉 你去開一下那個籠子好了 給大家看一看 哈囉 焦糖 為什麼叫焦糖啊 真的整個都燒焦了嗎 顏色比較接近 顏色黑的齁 不過我知道說 好像你是先養焦糖再養薯條 焦糖是人家送給你的 是朋友也是撿到的 朋友也撿到的 其實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養很多寵物的時候 自己本身都有沒有一些什麼經驗 尤其養貓的時候 小翠要不要先彈一彈 小時候會比較皮 對啊 就是會亂抓人 真的 可是就是長大之後 像焦糖現在就比較穩定 對 但是我們也不太敢 讓它就跑出來 因為我們其實那個籠子 可能隨時會關起來 好 它可能隨時就會這個 這個跳走了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薯條 這是薯條的照片對不對 要不要講講它這張是你幫它拍的 對啊 小時候 剛認養回來的時候 它大概是一個多月的時候認養的 對 好 我們看到它 好可愛喔 這都你自己拍的嗎 對啊 可是感覺很像那個沙龍罩 你有沒有覺得 瑋瑜你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有 好漂亮 而且好專業喔 當初是怎麼樣 是拍了很多張才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鏡頭嗎 對啊 就不好拍 會很容易糊掉 其實拍貓真的 其實包括任何寵物都一樣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隻焦糖 好 它們兩隻的個性差別在哪裡 要不要談一談 焦糖跟薯條 焦糖也是小時候認養回來的時候 都比較愛咬人 比較愛咬人 對 聽說現在是薯條咬你 對 焦糖現在反而是比較安定的 嗯 那其實在養這些這個 貓咪的過程 你看當初 但爆來的時候都要這樣餵喔 對啊 對啊 都要喝咧咧的齁 所以其實在照顧上是很不容易的 那隻白貓是誰家的 是我室友的 喔 室友的 對 所以你們現在室友也自己也有養貓 你們家應該是 我們一家都是貓 這個貓其實他們這兩隻焦糖跟薯條 看起來互動都還不錯 比較不會像其他的一些貓咪 好像有時候會打架什麼 也會啊 在家會 在家會 好 等一下聊聊一下這個 在飼養他們兩個 有沒有比較難忘的一些事情 好 那瑋瑜來講喔 其實剛剛你說這個妹妹喔 其實她算是你們家也是領養的狗 後來生下來的 其實那個過程還滿有趣的 是 就是我們之前有另外養了一隻馬的祭司 那因為牠年紀大了就過世了 就有一天我們就 經過一家寵物醫院的時候就發現 櫥窗那隻跟我們過世那隻好像 那因為那時候一方面很傷心 然後就想要說 那我們就去問問看 牠為什麼會被遺棄在那個動物醫院 那動物醫院那邊是說 牠的主人就是把它分別 一隻母狗 一隻公狗 就是妹妹跟哥哥 都遺棄在那個寵物醫院 結果帶回來我們就先帶 因為長得很像嘛 而且那時候我們只打算養一隻 所以就先把牛奶 牠媽媽叫牛奶 就帶回來 結果沒想到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帶回來發現說 是個什麼懷孕未婚媽咪 對 而且還有點不倫理 有點不倫 原來就是牠的媽媽是跟牠的哥哥 又關在一起 結果那個時候就中獎了 那一併帶回來的時候 你們本來不知道牠已經 懷胎了 不知道 還覺得牠越來越胖 是不是吃太好了 帶牠去運動 補心啊 對 那後來是生下了 兩隻 生下四隻 生下四隻 對 而且還中間就是因為牠 牠媽媽就是牛奶 跟牠的哥哥叫做 那時候叫布丁 然後牛奶跟布丁體型都是算大的 因為可能有點混重 對 所以寶貝都太大 就變成男產 對 就只好緊急送去醫院剖腹 所以說牠也是剖腹的對不對 對 都是剖腹的 我們來看一下 要不要請我們這隻有點 算是巨無霸的馬爾濟斯 巨無霸 我們的妹妹站起來 好 我們今天要不要讓牠走台步 走台步 因為我跟牠走台步很好笑 因為牠穿了鞋子 而且今天你會發現鮪魚特地的 身上穿的衣服跟牠的鞋子是一體的 好 那我們讓牠走一下好了 我們讓牠走一下好了 好 這個有點像是狗狗界的林志玲 因為牠腿滿長的 來 過來 過來 因為剛才好像一隻羊 對 因為牠 就是之前前幾天天氣熱 然後就 因為牠的弟弟 就是另外一隻叫小胖 牠有一點皮膚上的問題 就幫牠剃掉 可是因為家裡養狗都會 其中一隻有剃其他沒剃 那隻狗就會特別自備 所以我們家裡綠都是全部剃 對 好 這個是牠們小型後的時候 牠們小型後的時候 在那時候還在學走路 就是從牠們出生 這個差不多是剛睜開眼睛 好可愛 大概在一個月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就用食物利優牠們 是 出那個牠們睡覺的地方 然後逼牠們走路這樣 所以現在家裡面總是